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補充一句 刚才在说民意落差的问题 很多如果比较贴近政界或政圈信息的人 其实都很担心梁振英上台 媒体 传媒朋友 我比较多传媒朋友 因为我很多同学做传媒 都担心梁振英上台对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打压 是会很疯狂的 而民众来说 因为被主流传媒误导 以为他真的是有能力的人 对他有一个寄望 以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有了错误的理解 而在这个环境下 很多人很担心 我们身边的朋友 很多人很担心梁振英会上台 那我先说我们的立场 或者我先说我自己的立场 我不觉得梁振英上台 或者唐英年上台 有谁很坏之分 我一点都不担心梁振英上台 因为我再重申一次 我不觉得香港会好的 我觉得香港是 香港的下降轨是很明显的了 香港由回归之后 曾蔭权上台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经济起伏 那个纯粹是 我们被恒生指数误导了 那个经济起伏 恒生指数 都不是反映香港的营商环境的 恒生指数 尤其是现在 那么多的国企成份股 进入了去的时候 很多时候反映大陆的GDP 而且有很多很注重在地产和金融业 成份的公司 作为成份股的主要 成份股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的公司业绩 也是反映了全球投资市场的状况 而全球投资市场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加上大陆的GDP 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数据 那个经济起伏 而合成成份股 合成了恒生指数 那个起伏 基本上跟我们的本土经济 是没有关系的 那份投资市场的东西 投资市场的起伏 也不会是由本土经济带动的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回归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周期 其实只不过是恒指的周期 又或者是资产市场价格的上落的周期 而其实当中在这种体系里面 很多右派都会说 所谓的滴漏效应 但其实滴漏是堵了的 滴漏堵了很久 所以其实在几次 我们不只是说 在股市或者楼市低迷的时候 去看经济环境 我们在股市高 楼市高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看到那个经济环境 那个就看到的真相 其实滴漏效应 真的滴得很紧要 就是神规 滴滴仔都滴不下来 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我不觉得那个环境会变好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一定是越来越差 而事实上 那个下降位也形成得很明显 不是任何一个人上台 可以单纯地去 可以简单地去改变到那个状况 如果不从一个根本的制度上 作出大规模革命式的改变的话 根本的政治环境是不会变好 传媒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息息相关 因为你说完之后有没有报道 就涉及到你的言论 究竟有没有出道 刚才说了 那个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水平的问题 又是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下降轨 所以 哪个想都是不会好的 我不担心这件事情 我现在看他们的丑态 究竟有多少丑态 可以酝酿 可以酝酿多少革命的土壤 至于你说对政治人士的打压 那当然梁振英会做得更多 当然会更多 但是对我来说 没什么所谓 我现在在曾蔭权治下都快要坐牢了 可能不会很远 唐英年可能会比较轻 好了 我们说回曾蔭权 我们看回何柱国那条片 款待行政长官曾蔭权 坐私人游艇去澳门的 星岛集团主席何柱国 认为这样做不涉及利益输送 你是否请过曾蔭权去你的游艇 是 那有什么错呢 第一件事 我在香港 除了有关报款之外 听到吗 我没有做地产的 我没有做事 你这一件报备 听到吗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那艘船 回来那时 我不是为了它开的 那艘船 是否都要回去 我见到你 请你搭个信公车 是不是犯法呢 这是一件事 如果我特别为它开 你可以这么说 是否我都要回去 所以我不认为你的出送 我还有什么利益出送 它可以给到我什么 香港一个营商环境 是一个商业城市 商人和政府官员有交際 不是犯法 对于曾蔭权夫妇用普通船票的价钱 给500元坐私人游艇 他认为没有问题 对于有报道指去旗下的报章高调支持政府 他认为社会应该有平衡的声音 政府官员做错了什么事 香港有20万公务员 它是20万分之一 它是偷懒睡觉的 你要做到形象 不要弄到香港政府公务员的形象 好像个个都是犯法的 因为香港的公务员 你们走去美国 走去医院修病室 你们去看看 怎样的情况 真是厉害的 真是厉害的 刚才那些都不是全部看完所有霸气的嘴唇 例如他问他们 整天说他们和富豪有交往 就去问一些传媒 问一些记者 你们哪个老板不是富豪 你说啊 你回答我 你们哪个老板不是富豪 回答不出 个个都是富豪 那又怎样 我也不知道 那又怎样 很容易识到富豪 他整个逻辑就是这样的 整个逻辑就是说 第一 周到处都是富豪的 很多富豪的 富豪和特首都要交朋友 那交朋友就交朋友 那你不能交朋友就有利益输送 那他输送了些什么呢 他有一段说 他说他在香港只是扮报纸 没有搞地产 没有其他生意 他有什么利益输送给我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都觉得不是 那现在不是那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暂时就没有看到 你有什么利益输送 那这是真的 我们现在说黄楚彪 黄楚彪 黄楚彪有了吧 那不是利益输送 真是大劲 然后张什么桥 张重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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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ょう 张重桥 曾蔭權在隧道上 不要只是輸送所有的利益 文憤也要輸送到隧道上 這樣的手勢有沒有見過 摩羅查克這樣輸送下去 大哥 何柱國真的很有霸氣 這個就沒得學習 你也有霸氣 不是啊,我是發窮惡的 那些是高等人都發窮 那些真是豪邁 有什麼問題? 他不會被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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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經常說 這些是有美學的問題 何柱國真是帥 少爺 何柱國很帥 你評判給我評價 他的鼻子長得好 那個是誰? 曾光 他比較帥 他皮膚比較帥 他皮膚比較漂亮 但他始終身叫肉桂 他說的話當然是沒有理由的 他說的話 他誠懇的樣子 大聲看著你的眼睛 你看到有些 最重要的是 演說或者受訪的事情 勢很重要 勢是來自哪裡 勢一定要相信 你要相信那些東西 他相信真的沒有問題 但他說他自己沒有問題 如果曾蔭權沒有給他 他沒有問題 而曾蔭權有問題 他選擇他相信的東西 譬如他說 他另外相信的東西 他沒有說 他說星島那份報紙經常支持政府 那搞立的政府有什麼好 當然我不同意你 我覺得搞立的政府是很好的 搞立的政府不是成立的 未必會好些 但是有民意受權的政府 可以改進 這些東西不會討論 民主是否有效率 這是廢話 首先你要有衷心地相信的東西 我覺得我真的不斷說 去到哪裡我也是這樣說 我相信這些人去到哪裡都這樣說 我舉一個例子 丁艾 不是丁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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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何處角 我想說 抑敏就是這樣的人 不是抑敏就是這樣的人 有一天 我們不知道去開觀堂 看些什麼 接著看到街坊 說開地產霸權 接著是他漏口 不知說一句地產霸權 然後那個司太太說 不是啊 地產霸權很多人賺錢 這個世界有些平衡 接著玉敏真的跟他辯論 因為他真的會說 立法會說的 他真的會在街上說話 去到哪裡都會說這些 我相信這些人也是這樣 你真的要去到哪裡都會說這些 一邊走來始終如一 信念 有時候我也不會在街上跟自己說 對 會很累的 有時候坐車 譬如我跟老婆經常有這些經驗 有時候坐的士 你老婆就會 我相信 有時候坐的士就會 跟司機開拖 你經常會聽到李慧玲 那些就知道 李慧玲就是救你什麼 然後他彈了一句 你老婆的嘴巴這麼大 整天都會吵架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批評他說的話 我們不會無端的在街上說話 批評他說的話 完全明白 批評他說的話 那為什麼會沒有問題呢 偏頗 譬如他現在也是這樣說的 他現在也是 整天早排坐的士就是遇到的情況 就是他自己在節目說 李慧玲經常在節目說 在這裡說 唐唐沒有腰骨 沒有什麼 然後就說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 能力有承擔的特首出來呢 究竟這個人在哪裡呢 沒有選到哪裡都不會來 那些 然後司機又在這裡說 唉 選啊 選就選就亂 現在這樣 這麼少人選都這麼亂 多些人選就更亂 那些 那些 那些司機這樣說 然後我老婆就說 不是這樣 那些人不再說 但我就沒有這個氣魄了 我就沒有這個氣魄了 二島的朋友都不是可以寫的 劉翁也是會這樣做 但一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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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那些人要重新的樣子 要重新的樣子 說回他可以說的話 就是要調教的 沒有樣子又有智慧 等於你什麼人不穿什麼衣服這樣理解 那何柱國 譬如我看網上 其實他說話很離譜 結果他告訴你 就是啦 周街有錢樓 同官 是這樣的 其實他講了B 有什麼問題 我信任回來 車賣不行 那你買開東西 好像新鴻基 你買開那些健身器材 你送給他 這樣行不行 那我有很多 沒地方放 那你就捐錢給窮人 那我捐錢給特首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捐給窮人 可以捐給特首 不行 你們就拿那些被鋪 去給老宿者 那分別就是他不是老宿者 你是不是歧視著大屋的人 其實歪理就是這樣 歪理就是一樣 但是呢 但是呢 你這個這樣的 我昨天看網上 大家都瘋傳這條片 那個題目就是霸氣回應記者 我看到沒有什麼人罵他 反感又不是很大 因為他真的 最主要就是樣子的問題 我們看看另一條片 不同的樣子是會怎樣的 看看劉鑾鴻那條片 被指也有份招待曾任權 在澳門坐遊艇的李福國際董事總經理劉聯雄就說 不評論事件 說是他私事 但是就說報導有很多地方不正確 你怎麼說的那些東西呢 其實是我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來的 那我在這裏 今天這個時間 我是不會OK評論 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就是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呢 就是東方日報那個 連日都有不同的報導 我個人覺得 有大部分 是很怕不是正確的 其他那些事情我就不想評論了 是這樣的 這段片就不完整了 看不到 是不是更長一點的 還是剪了的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這個其實就是劉鑾鴻的發脾氣 說回那個發脾氣的情況 因為你看到